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跟Linia老师一起学画画 老师呢今天要教小朋友们 画西游记系列的第三个人物 那他叫什么呢 他叫猪八戒 好那我们会用到什么颜色 老师会用一个细的marker笔 之后呢还会用到 红色黄色和淡淡的粉色 就是偏肉色来捅他的脸 好如果小朋友们 喜欢的其他的颜色呢 也可以选其他的颜色 那我们就快点开始吧 请小朋友拿出纸来 跟老师一起把它对折 然后我们再对折 对折之后我们要得到 什么形状啊 跟老师一样的纸上有个十字哈 我们画的是猪八戒 卡通的猪八戒 所以我们要从他的头开始画 头呢这是我的中心点 中心点上边 老师要在这儿先点个点 告诉小朋友们 我的头要从这儿开始画 点啊轻轻的点个点 看小朋友们下边是不是高一点 上边的距离是小一点 下边的距离大一点哈 我们不要用尺子 用我们的眼睛和手哈 因为会越连越好的 好我们的第一笔要怎么画 小朋友们看 老师在这个中心点上哈 这样 哎 画下来 画了一个弧形 长长的弧线 但不算特别长哈 之后画什么 画个弧线下来 画一个大圆 是不是一个大圆 另一个弧线哈 一个弧线 另一个弧线 像不像画云朵啊 然后我用这个弧线 这样这样这样 连下来 连到我的这个中心线上 我暂时停一下 然后看一看 再把我这边啊 这边这样的 也连下来 哎 怎么脸 刚好啊 把它俩连在一起 这样 那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形状 是不是像 如果老师这样看 像不像一颗爱心呢 是不是 只不过是这边小一点 这边大一点 好 那我们之后 这个形状画出来了 要画什么 要画猪的五弯 五弯就是比如说 是它的鼻子 鼻子怎么画 看小朋友啊 这是我的这个点 这个地方啊 叫它旁边一点点的位置 老师要这样画一个什么 画一个圆 哎 画一个圆 是一个什么样的圆呢 是倒着 哎 也像一颗爱心一样的圆 是这样的 是不是一颗爱心呢 是不是 好 之后呢 我在它的鼻子里面要画 哎 画两个像痘号一样的东西 哈 是不是 像小汗点 小水珠一样 给它画两个 好 这样的 之后呢 我要画它的嘴 它的嘴在哪 刚好在这个位置 往上 一个小撇哈 然后在这呢 再往下画一个 哎 这就是它的嘴 是不是 它的嘴 就画出来了 有没有很简单 那怎么看像呢 小朋友们看 我在里面贴上 你就会觉得它像了 好 在这里面画个半圆 哎 就它的舌头 是不是 这样的 哎 这样 它脸上画一个小横哈 小横线 好 那我们猪呢 嘴暂时画到这 我们来画它的眼睛 眼睛在哪 刚好一个眼睛啊 在这上呢 鼻子上 小圆哈 里面我再给它画一个圆 两个圆 这边呢 在这儿 老师在这个位置哈 画一个同样的圆哈 也是一个圆 然后里面呢 我也画一个点 哎 在这儿 在它的眼睛 眼睛上面有什么 有眉毛 看老师就画个弯弯的 这边也是弯弯的 就弯弯的眉毛 是不是 现在我用我手中的笔啊 把这个眼睛这里面 这一圈 我给它涂实 这样涂实 只留出一个白白的 是不是 下边也可以留一点点小白 然后之后呢 这边也是 我可以把它涂实 哎 用我 用我这个黑笔哈 把它涂实 这样 哎 是不是 里面略微留了一点点白哈 那眼睛看起来更加的立体 更加的好看哈 好 我现在这个眼睛 鼻子和嘴都画出来了 我在这个下巴 这个地方给它画一个圈哈 画一个圈 那下巴看起来更加的厚一点 是不是 猪很胖 是不是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的这个五官画上 那缺什么 缺大耳朵呀 是不是啊 但是呢 猪是不是 猪八戒有一个帽子 那帽子怎么画 小朋友们看啊 我先画到它的帽子 第一笔在哪 这是它的眉帽上面这个地方 哎 我给它画一个像半圆一样哈 然后这样连下来 哎 是不是这样的 画鼓起来一点哈 下来 越到下面呢 就扁了 然后在这个位置啊 小朋友们看 老师要画他大耳朵了啊 哦 大耳朵这样的 连到这儿 是一个像画这个月牙似的哈 一个弯的 然后它的大耳朵连到哪儿啊 刚好连到这儿 它的耳朵大不大 好 这个地方呢 我在里面再给它画一层哈 让它的耳朵更加的立体哈 哎 给它画一层 现在这里 这是它的一个耳朵 另一个耳朵在哪儿 刚好在这里哈 小朋友们看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往上走 嘿 然后呢 连到哪儿啊 连到它帽子这儿 为什么这个耳朵小一点呢 因为它是侧面 是不是 所以老师啊 把这个地方 哎 略微加粗一点 好 好 这是它的耳朵 这里面也有一层 是这样的哈 是这种形状的哈 只不过呢 哎 我们侧面 所以呢 看着这边大一点 那边小一点 好 现在小猪的耳朵 我们已经画出来了 那我们要画什么 画它的身体哈 身体怎么画 小朋友们看啊 老师在这儿 这个位置 首先呢 我先画一个弧线 弧线 为什么 我要画弧线啊 画弧线是它的衣服 然后猪八戒也喜欢干什么 它最喜欢扛着 它一个叫什么 一个兵器 是不是 像爬子 是一样的兵器哈 所以呢 我在这儿 小朋友们看 哎 画一根线 这根线呢 小朋友们用铅笔 可以直接连出来啊 老师没有铅笔 所以直接就是 用这样穿过来的哈 大概看了一看啊 这这这这这 可能是这 然后老师穿出来的 一根线哈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我再给它 再加一根线 因为它需要一个 看起来哈 有一个厚度 它的这个兵器 是不是 所以是这样的 好 就是它的猪扒哈 然后在这个位置 老师给它 哎 画一个小小圈 是不是 然后呢 再给它连上一块 这样看见 它的猪扒呢 有一个像螺丝一样的东西哈 然后往这边来 哎 这样的 我们给它画一个弧线 哎 两边 这样的 两边 这边往这边画 这边往上画哈 然后往下走一点点 这样的 好 然后它的冰盘是什么样的呀 是往上面带尖的 一个尖哈 两个尖 三个尖 四个尖 小朋友们画成几个尖都行哈 像老师这样画出巨尺线哈 这样的 把它画出来 哎 好 这就是它的冰盘 但它的冰盘呢 需要一个厚度哈 我们就给它加上这样 小小的线 好 然后再把这个 我们这个耙子 再给它加粗一点哈 用我们的笔 给它加粗一点 让它看起来呀 哎呀 很重啊 是不是 加一个厚一点的厚度的感觉 好 这就是它的冰盘 好 是不是很简单呢 就我们学过的这个 这个锯尺线哈 就可以了 完成了 画成画出来这个猪的这个耙子就画完了哈 好 它这个 这边呢 就要画它的手咯 它的手在哪里呀 我们要把这根线延长一点 好 延长一点 好 延长了一丢丢 画它的手 它的手啊 是抓着这根什么的 抓着这一根这个 这个棒呢哈 它这个 爬 那是怎么画 小朋友们看上边的 老师就 一 二 三 哈 这样的 让它 哎 连上 继续的连上 画的不直也没有关系哈 就这样的 老师把下边的这根线也这样连上 好 之后我把这个下面画成一个圆头哈 画一个圆头 就说明我这个耙 大概就这么长吧 不再画了 然后把它尽量的加粗一点 这样能看出它有一点点的厚度哈 我这个耙子 还比较重 然后 这是它下边连着下边的小手哈 就这样的 哎 很简单 就一个胡下来 好 之后连着什么了 连着它的衣服哈 它的衣服 猪八戒的衣服 其实绣筒是挺大的哈 哎 老师这样画一个半圆 然后呢 这个地方画一个半圆 说它连一起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看 画一个横线 然后把它这样连上 哎 好 就是它的小手 拽着的这个地方哈 然后呢 是它的绣筒 那之后是什么 小朋友们看啊 老师在这个位置 这是刚才画出来这个弧线哈 其他下面的这个地方 我先画一个半圆 哎 这样半圆 之后呢 我在这个半圆 这个位置哈 我再画一个弧线 小朋友们看啊 哎 画一个弧线 是这样的 弧线 然后 我要把它这样连在一起 是什么 是它的大肚子 是不是 就是它的大肚囊啊 竹八戟有个大肚子 好 老师把这个地方放大一点哈 好 那这个地方从哪开始 右边 我们得两边一起画哈 右边在这 哎 这样的 哎 好 这个肚子 好大 好圆哈 好 之后呢 这边是它的另一个袖子哈 另一个袖子从这开始 哎 也是这样形成下来的 然后呢 连在哪啊 看这个位置 哎 画一个袖子 之后 从这个里面 从这个里边连下来 连到这儿 哎 就是猪八戒的大肚子哈 然后我把这两边连在一起 嗯 它的肚子呢 上面有一个洞 肚脐哈 肚脐是一个这样 也像个小鱼点一样的 哎 这样画的 然后是什么 我们要画它的肚子啊 它肚子 嗯 很多肉 然后并且下面有什么 有一个腰带哈 裤腰的这个带 是什么样的 是这样的哈 绑着它腰的 然后再往下面是什么 是它的这个腿穿的裤子 哎 老师是这样画的哈 小朋友们看 两边这样 给它连上 哎 这边呢 从这个刚好是这个中心线 这个位置哈 哎 往下走 哎 这样形状 从这儿 好 一边大一点 一边小一点 因为它两个腿 我们看的是侧面哈 然后呢 这边是这样的 给它画出小脚丫 好 这样的 撤着下来 好 哎呀 是这样的 右边的呢 是往后的哈 正在往后走路 所以是这个形状 哎 哎 他的小脚丫是这样的哈 好 然后他穿着袜子哈 只有给它里面画上个袜子 然后可以给它加一点褶哈 它的袜子 嗯 这样的 好 下边呢 一会儿我们用黑颜色哈 把这个涂实 我们用一个 嗯 用一个黑一点的这个笔哈 暂时把它给涂一下 就说明他穿这个鞋呀 是黑色的哈 好 这边也是 哎 穿了一双黑色的这个鞋 是吧 好 那老师还没画完呢 这边还有一个小手哈 我们就画一个像小包子一样就好了 露出来就行了 然后他的衣服 我们也给他画点纸 这样的 哎 就说明他衣服还有纸哈 好 然后用我们的笔给加粗一点 把这个里面的线 好 加粗一点 尤其是边边这个地方 我们都给他加粗一点啊 加粗一点呢 增加一点厚度 它看起来更好看 出发街的大肚皮 小朋友们看老师是不是把有些地方加粗了呀 嗯 比如说这个地方老师就把它加粗了 一个边出来是不是 好 好 是这样哈 我们的猪八戒看起来俏皮又可爱 如果小朋友们想画呢 他可以下面也可以踩着这个云朵哈 也是可以的 这样一圈一圈的可以踩着云朵 如果不想画呢也可以不画啊 到这个程度也是可以的哈 当我们这个线稿基本上画完的时候 我们要用我们手中的这个笔哈 看一看什么地方啊 需要我再改进 我就可以再给他填补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再粗一点 嗯 我觉得他这个冰器啊 这个扒可以再粗一点 然后我就给他加重一点 好 还有这个衣服的边儿 我觉得可以给他加粗一点 会更好看 那我就给他加粗一点 好 还有他这个肚子哈 肚皮这个地方 我也可以给他加粗一点 好 不知道小朋友们想不想给他脚踩着一个祥云呢 如果想的话呢 老师就给你添加上一个 好 如果不想画呢 我们也可以不画 但是祥云呢 我想教一下小朋友们的画法哈 就是这样 看 一个克不线 我们再加一个这样 哎 这样的卷 我们一直把它卷进来哈 这样的 然后在这儿也是这样的 嗯 然后在这个下边 这样的 哎 然后再画一个这样的卷 哎 连上 然后再画一个这样的 说白了 这都是克不线哈 我们可以把它一个连一个这样的 中间画个点 一个连一个哈 一个连一个这样的 哎 往上走也可以 然后也可以让他往下走 都行哈 老师画的这个呢 是往上走的这种云卷 哎 然后 把它可以把它加粗 都可以哈 我们把它画出来 加粗一点 初八戒在西游记里面也可以登云架物是不是 它也会的 它也会变身 只不过没有双五空那么厉害 是不是 一般的它也会变化哈 如果小朋友不想画这个呢也可以不画哈 我只是教一下小朋友们这个云朵应该怎么画哈 它也会变成一个 这个呢要有粗和有细 有变化 你的云朵才会像哈 有粗和有细哈 你看老师这个地方粗一点 其他的地方呢细一点 这样就会很凸显你的画面哈 涂颜色也是一样的 和这个线稿呢其实是一样的 以后呢我会添加在更多的视频 在里面教小朋友们画素描 画线条 如果小朋友们喜欢的话呢 喜欢我的话呢 也可以在社区里面给我留言 可以给我提更多的意见 建议哈来让我知道 你更喜欢画什么呢 更想学什么呢 跟老师一起学什么呢 可以在社区里面告诉我 给我留言 老师呢每个星期都会更新 两个到三个的视频 如果喜欢我的话呢 就请订阅我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 老师每一期都更新哈 就会提醒你 自动提醒你哈 好 还有一点点哈 我们把这个云朵老师 叫小朋友们画完 其实我们画完这个猪八戒 就可以了 老师画这个云朵呢 给大一点的小孩哈 小朋友们 看如果想学一点 这样馅朵就可以跟我一样 把这个祥云画出来 好 老师呢就不再过多的画了 现在呢就把这个稿呢 画成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一起拿出笔来 把它涂上颜色吧 老师说呢 他猪八戒可以穿上 红色的衣服啊 或者是绿色的衣服 不知道小朋友们 更想看他穿上 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我们中国人呢 觉得红色的衣服呢 就比较喜庆 所以老师选一个红色的衣服 红色的衣服来涂在哪儿哈 红色的和黄色的 两个放在一起 我先用黄色的衣服 我在这儿涂一个边 小朋友们看啊 我在这儿涂一个边 还有他衣服的这个地方 里面是他的肉了哈 我这个地方 我把它涂上黄色 这样 还有这个边边 我涂上这个黄色 好 之后呢 我把这个红颜色呀 涂在里边 就相当于啊 我这个猪八戒 穿了一件啊 红色和黄色相间的这个衣服 红色呢 是他的主色调 黄色呢 是他箱的边 既喜庆又漂亮哈 好 同样的 我把另一边也是 另一边是哪儿呢 就是这儿 我把这个袖口涂上 这个黄颜色 好 之后呢 里面我把它涂上红色 好 还有就是 我要用我这个 刚才这个黄色的这个边啊 把这边也暂时的涂上哈 两圈边都涂上 然后把这里面呢 也涂上红颜色 在这里面 好 袖子里边也是红色 现在呢 我把上面的衣服涂完了 我检查一下 看看 好 可以的 然后下面呢 我们可以同样的 给他穿上红色的 红色的裤子 我也可以给他选择 选择穿上绿色的 老师呢 要给他穿一个绿色的裤子 红和绿呢 两个在一起呢 是很鲜明的 对比的两种颜色哈 可以老师选择 一个绿色的裤子 给他 我用浅绿色 浅绿色呢 在这儿 勾个边 然后呢 我用深绿色涂在里边 这样看起来呢 他绿色的裤子呢 就比较有层次感 是两种颜色 组成在一起的哈 好 涂完之后 我再检查一下看看 嗯 边是浅的 里面那是深的 然后呢 我再选择一个 更浅一点的绿颜色 来涂在 它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 它的袜子哈 这个地方 这样的 好 用一个深一点的棕色 涂在它的肚致哈 肚致上面 还有什么地方 还有它这个嘴里面哈 我用一个深一点的棕色 来涂一下 涂一圈边 好 是这样的 挑它的鼻孔 好 我再用我的红颜色 来涂在它的嘴里边哈 这个地方涂上一个红 然后呢 里面是更红的哈 所以我再换一个 更红一点的 是舌头 好 涂在这儿 它嘴呢 我就把它涂完了 我现在要选择一个棕色哈 就是稍微浅一点的 浅一点的棕色和黄色哈 那种 相间的颜色哈 我把它涂在这儿 这个颜色涂在哪儿呢 小朋友们看哈 老师把它涂在它的耳朵 那边 淡一点的哈 然后另一面 就跟它皮肤呢 有一点点接近哈 这样的颜色 然后外边呢 我用一圈 给它涂一圈 沿着边涂一圈哈 然后脸呢 我也是沿着这个 给它涂一圈 哎 下边呢 涂多一点 这样 涂到这 小朋友们看 哎 老师没有全涂上啊 好 还有这个地方 它的耳朵 这一圈边 它有它的肚皮 小朋友们看啊 从这儿开始 它肚皮这个地方 光照出来的地方 是这样的哈 老师没有都涂上 还有这个地方 我给它带一点 哎 还有它的手 这边还有它的手 好 都涂上这个颜色 好 还有它身体啊 它身体的颜色呢 基本上 老师都用了这个颜色 好 下边呢 我也可以给它戴上 这个地方 带一点哈 不用特别多 好 然后它的小脸蛋 这个地方 我可以给它涂上一点哈 然后它的鼻子 这儿 哎 这个窝里边 都给它涂上一点 这个颜色 好 今天呢 我要涂它的帽子 它的帽子用什么颜色呢 老师还是用刚才的红颜色哈 它的红颜色来涂在这儿 然后下边的部分呢 我仍然用一个黄颜色 涂在这儿 哎 还是红色和黄色组成的哈 两种颜色 哎 戴着这个帽子 之后还有它的这个帽哈 它的这个帽呢 我可以选择一个灰颜色 小朋友们呢 觉得它什么颜色呢 是不是灰颜色呢 老师用一个这个灰色 哎 这样 轻轻的把它涂在这儿 哎 可以留一点点的白哈 不用都涂上没关系 好 这里边 有一点点白也没关系哈 提现出它是金属的 金属感哈 有一点金属感 这也没关系 好 现在呢 我们的猪拔鸡 它身上啊 基本上我们就把它涂完了 现在呢 这个云朵 云朵呢 小朋友们觉得它什么颜色呢 老师觉得啊 云朵可以是蓝颜色的 也可以是像现在这样 黑色的 不再往上涂颜色 或者把它涂成灰的都可以 老师现在选择一个蓝色哈 一个淡一点的蓝 我把它这样的 沿着我的边这样的 涂上 就是颜色 我刚才画过的这个边啊 这样来把它涂上 然后里边呢 可以给它加重一点 或者是偶尔留一点点的白色 都是很好看的哈 好 好 有的地方呢 我让它深一点 有的地方呢 让它浅一点哈 这样呢 就能看得出 我的云朵 有一些变化 好 基本上呢 这个云朵 我就可以 就画到这种程度了 好 我的猪八戒呢 已经画完了 不知道小朋友们 有没有学会呢 看起来呢 略有一点点复杂 但是如果小朋友 跟着我一步一步画的话 就一定会把它画出来 如果不想画后面的这个云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去掉 好 那我们就先画到这里吧 如果小朋友们喜欢我的花 请点赞和订阅吧 这样就不会错过 每一期的视频更新啦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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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